Hello 大家好 焦點視頻 李應聰風水命理的時間 螢光幕又見到我們的李應聰師傅 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是戴上口罩的我 今天仍然是2月26日 這個武漢肺炎 全球爆發的時間 幾集和大家講過不同的話題 如何吹文槍 疫症何時完 恆子的看法 道子的走勢 金價和樓市都講完 今集回回我們一些八字的理論 讓大家自己都可以學一下一些東西 之前有一集和大家講過批榴槤 好像未出的 好像未排到出那個批榴槤那個 不要緊要我們先學著其他東西 今集就是專課女粉絲 女粉絲很多時候網友都會問 我可不可以嫁一個有錢人 我會不會有人可以包養我 諸如此類的情況 簡單來說 希望可以有一個安全感 不要說貪錢 我們說是安全感 女性最重要是一種生活穩定的安全感 我們其實在八字裡面 都可以有一些相對上比較簡單 容易一些的看法 就是你會不會能夠嫁到一個 或者你的另一半是一些能夠照顧到你 或者是身家相對上是比較豐厚的另一半 學大家要上一堂八字課程 我們學一些基本的東西 就是了解 怎樣排八字呢 我相信現在坊間有很多的Apps 八字論名 一些在Apps上都可以下載到 很多免費的八字的Apps 輸入出生年月日時間就可以了 不過你要記住一件事 因為現在我們的手錶時間 並不是真正的香港時間 我們是劃分了時區的 我們香港的京度是114度 但是我們香港現在的行政時間 是跟北京120度的京度去計算行政時間的 換言之 其實如果你在香港出生的話 你是要減回這個6度的偏差 每1度是4分鐘 就是說 假設你中午11點出生 你以為11點到1點是午時 不是的 如果你11點正出生 你減回20多分鐘 就是上一個時辰就是自時 這個大家一定要知道 如果不是你排的命盤就會錯了 OK 好了 看看你螢光幕的右手邊 我們有所說的天干地支 我們將你的出生的時間 化成中毒的歷法符號 即是甲月秉丁子 醜人蠻神衣子 一個八字 你隨便找一個八字的S 排了你的年月日時辰 這八個字 就是影響你的人生的氣場 我們講得科學一點 就是太陽 按著你的出生時間 射向你出生地的經緯度 產生一種磁場的效應 中國人用金木水火土 這個五行的變化 代表著太陽對我們的影響性 你用這個角度的理解 會比較容易明白 好了 上面那排叫天干 下面那排叫地支 天干就有 甲月秉丁 墓紀更新任貴 有分陰陽 太複雜不說了 甲月屬木 秉丁屬火 墓紀屬土 更新屬金 任貴屬水 木火土金水 地支下面這一行 十二時辰 一年有十二個月 將它分成十二地支 十二生肖 至醜人卯臣 至遠未身有屬害 至是屬水 丑是濕土 人是屬木 卯屬木 臣是濕土 至是屬火 五是屬火 味是熱土 身有屬金 宿是燥土 害是屬水 這個一般入門的八字書 都有教到大家 所以很快就描述一次 連月日時這個位置 我們是用日子這個位置 代表你在這個八字氣場中的 中心點 我們叫做立極 這個位置就是代表你了 你來問命 我就會用這個位置代表你的 假設你是一個月木命格的人 所說的就是日子這個位置 下面這個位置有什麼位置 各有 關於感情方面的 各有各的特徵 這個月份 這個出生的月份 這個下面的地支的位置 我們叫做月支 這個位置我們叫做月支 是你的家庭位來的 結婚有家庭 是不是 家庭位 這個是你 下面這個位置跟你連成一體的 OK 你結婚當然是連成一體的 這個就是代表你的夫妻位 對 時支這個位置 就是代表你的子女位 OK 好了 現在你只不過是想問 我有沒有機會嫁到一個有錢人 就是我另一半是不是一個有錢人 看日支這個位置 關鍵在這個位置 可以知道 好了 好了 有幾樣東西 要去了解的 首先來講 我們學兩個口訣先 一個是我黑為財 我是月木 我屬木 我去黑那個字 因為五行入面來講 木是黑土的 OK 木是黑土的 所以土就是代表我的財 膚淺一點講就是錢 即五行入面 金刻木 木刻土 土刻水 水刻火 火刻金 我黑為財 OK 黑我的為觀煞 觀煞是代表對我的制爪 黑我嘛 對我的制爪 好了 那如果譬如我屬木 下面這個位置 這個地支的位置是金 譬如假使之間 我是生在這個月有日的 那這個有字就是金 就是金刻木 OK 那這個就是說 另一半對我 形成了一種壓力和制爪 黑我 OK 反過來 如果下面是土的 因為我屬木 下面是土 例如我是月 月 眉 月 眉 那這個便好 是吧 這個就是我叫做財 那就是說我的夫妻位 有錢在那裏 聽上去是否好 我的另一半有錢 就是月次 OK 那很多人都嫁到有錢 因為很容易 這方面 是吧 那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比較複雜 首先 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錢財是一種物質 你找到 拿得到才是你的東西 你找到拿不到流走的 那些是過眼雲煙來的 那現在你是希望你另一半有錢人 他是不停供應到一些財富給你 就是說你要拿得起 所以在你的八字裡面來說 這個財呢 一定要對你這個 我 這個我們叫做日子的位置 形成了一種好處 在你的八字的總合裡面 形成了一種好處 什麼為之形成了一個好處呢 例如你的八字裡面 你的月木是有力的 是可以能夠 任得起這個土的話 代表你是可以能夠吃得起它 吃得起它的錢就乖乖地 你老公就會給你錢 就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是第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這個美節是熱土來的 在什麼情況之日 月木是需要熱土呢 就是它太過冷了 太過冷的月木 沒辦法生存了 譬如假設你這個位置 其實是冬天的 冬天是很寒冷的 就很需要有熱土 去令到你這個月木呢 生長得好的 那就是這個熱土 對你這個木呢 是有所助益的 而它又是你的財位的話 這個八字裡面 就是一個最明顯 能夠可以嫁到一個 是有錢的另一半的一種 最基本的結構的層面 最基本的結構 好了 那如果你說 我都不太貪心 我都未至於要加一個有錢人 他養孔都可以了 不用這麼有錢的 基本上你的日資 坐著財星都可以的 起碼這件事情就是 你另一半的錢在你裏 可能他賺得不多 就是你駕馭不到它 可能你的月木太過弱了 太過弱了 你駕馭不到它 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些錢財都不會太多 但起碼他都肯給你錢 如果你的月木是有力的 怎樣為之有力呢 就是你的年月時 有月木的根氣 譬如十字地支裡面 人貌是屬木的 你可能是人年出生 或者時辰是人 人時出生 這個是木 這個月木就叫做有力 可以能夠吃得起這個財 那你就能夠很大機會 可以嫁到一個有錢人 這就是我們看一個 當然八字好有很多種分析方法 這是一個很初階 很入門 很BB班的思維模式 大家不要想著只有這個方法 有很多的方法 只不過這是一種 你最容易在聽我說 八分鐘、十分鐘便容易 看一看自己的八字 究竟我自己日元 會不會有些力 有些力 即是有機會可以擔得起財 立即看看我自己的夫妻位裡面 是不是就是財呢 現在那些八字軟件都告訴你 那是甚麼聲音 基本上都很容易能夠看得到 是否有個財者 有的話 另一半不多不少 都會有些錢給你花 你就不用怕 你要養他 這樣的情況 這就是我們最基本的 你可以否有機會 教到一個有能力照顧到你 身邊的另一半 最入門 最簡單 最BB班的一種初步觀察 深入的方法沒有辦法 幾分鐘教你不到 你只有過來找我 就是你的情況 好了 今集差不多了 上台的基本的八字課程 有些甚麼問題 可以留意 不過你不要放八字在網上 我幫你批 真的沒那麼空 好了 下一集再跟大家講其他話題 好 我們今集多謝李應聰師傅 拜拜